今年初台中市议会才为了预算问题争吵不休 不到半年时间台中市政府办理年度追加减预算6.2亿多元 蓝营议员召开记者会批评是否烂编预算却无力执行 显见当初未审慎规划 市府则回应是为了配合中央预算变动做事实调整 原编预算都是依必要性合法编列可受公平 民生建设设服预算不能减 蓝营议员大声疾呼设服预算不能减 今年初台中市议会才为了预算问题争吵不休 不到半年时间台中市政府办理年度追减预算6.2亿多元 蓝营议员周开记者会批评 市府烂编预算却无力执行 显见当初并没有审慎的筹划 台中市政府口口声声说每一笔预算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口上 但是让我们在这一次追加减预算上出现了大惊奇 过往呢从来没有出现一个追加减预算案中 追减的预算多达80几项 金额高达6亿多元 我们挑500万元以上的追减计划就有16件 蓝营议员表示 市府将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3000万 以及交通、都发、环保三局租赁费1.2亿元 这些多项攸关民生与建设的重要市政项目办理追减 总金额高达了6.2亿多 80多项的追减有关民生建设 因此无法同意 去年编了搬家预算不但没有执行 反而要把今年的整年的租金预算要删除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我们觉得这些既然牵涉到市政府的重大建设计划 牵涉到民生预算 牵涉到社府预算 我们这些都应该要予保留 希望市政府继续执行 市府说明 许多追减项目都是为了配合中央预算变动做事实的调整 谭子联合办公大楼即将启用 市府优先让交通局来进驻 以节省租赁的预算 都是依照必要性合法来编列 可受公平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